几天前,官兵们在云南某边境地区执行扫雷任务时,发现了小鳞猫幼崽。 官兵们立即把它们转移到雷场外安全地带,并对其中一只受伤的小鳞猫幼崽进行了治疗。 随后,三只小鳞猫幼崽被移交给当地林业局野生动植物保护管理站。 部队这次移交给我们的动物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小鳞猫,在当地数量相当欺少。 我们的部队官兵在现场的救助相当的及时有效,对小鳞猫以后的饲养救助起到了相当好的作用。